万次王和黑黄到底谁更厉害 万次王可以操控一切金属 是金刚狼的克星 每次出场都有特效加持 黑黄可以驾驭一切能量 枪林弹雨不能伤他分毫 还能被他全部反弹回去 如果把他们的能力都开发到极限 再来一场决斗的话 谁赢下的几率更大呢 万次王的能力看似单一 但他的作用却是没有上限的 比如控制一个小的金属物件去穿透敌人 轨迹和速度是可以任意改变 普通人根本没办法防御 这种攻击方式比永度的哨剑更为厉害 在逆转未来里 那时的狼叔还没有爱德曼合金骨骼 但是万次王能够控制钢筋 牢牢的刺进狼叔的身体里 达到控制他的目的 在被导弹攻击时 他一挥手就可以把他们全部定在空中 再一挥手导弹就全部飞了回去 被天气强化后的万次王超能力进一步觉醒 控制范围大幅度加强 甚至可以修改地球上的磁场 如果这种能力继续加强 相信可以影响整个地球 那么黑黄能否与之一较高下呢 黑黄可以控制一切能量 有个先吸收再释放的过程 在被年轻的万次王贴身肉搏时 普通的攻击对他基本无效 在面临枪林弹雨甚至爆炸 他也能全部吸收并且再次释放 所以黑黄可以控制能量的类型 是非常全面的 包括动能 机械能 热能 甚至是核能 在技能控制上 两人实力相当 但是在防御方面 黑黄可以抵御任何物理攻击 因为只要是实体攻击 就必定会有动能 而万次王最害怕的就是塑料制品 一旦被塑料武器攻击 基本上就要量 在身体素质上 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防御力几乎为零 所以早期的万次王 在黑黄面前几乎是被调倒 没有还手之力 但是被天体强化后的万次王 可以控制磁场 而所有的物质 都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 而每个分子 都有一个带负电的电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微观的电磁场 如果万次王可以理解到这一层 那么就可以控制一切物体 而不仅仅是控制金属 如果到了这一层 万次王就可以瞬间分解一切 包括黑黄 而黑黄同样也有提升的空间 如果黑黄能够逆转能量吸收的过程 把能量转换成物质 实现凭空造物 那么它的实力又会超过万次王 综合来说 强化前的万次王对战黑黄是完败 强化后的万次王则有机会取胜